觀眾朋友們好啊 想給大家案例一個以女像的手遊 名字是烈雨製作人 現在在內測期間 主要玩法是偶像養成 然後就帶著這些果冠 我太菜了 很喜歡這個手機的功能就很披震有沒有 然後錄這個視頻主要是想經驗一下自己的烏奇結晶 這個李澤妍的SSR是 今天剛抽到的 還沒來得及盛行 然後很喜歡這個聲音 剛才在開會 打電話過來有什麼事嗎 一個董事似的下馬威而已 你以為我會怕嗎 身上大權最終還是要決定在我的手上 特意打電話過來就是為了安慰我嗎 你的每一次行動和話語都可能成為其他人的把柄 其他人接觸你 懷春的目的就不像往常那樣單純了 利益嗎 利益嗎 我不覺得這是個只談利益的世界 怎麼 你覺得我像是在說假話嗎 如果是以前 我都願意向一些人們活在世上 只是追求利益這種說法 但現在我的想法已經改變了 你問我為什麼改變嗎 不久之前 一個女孩子 為了自己瀕臨破產的公司 三番五次的來華瑞 請求不要撤刺 那時候所有人都不對她抱有希望 但她還是做到了 她的目標 僅僅是為了給父親耗盡了最多心血的節目 一個最完美的收尾 我可沒有再鼓勵你 在我看來 你做得還差得遠呢 經營公司沒有你想的那麼容易 不要得以往心 嗯 這段錄音就這樣了 呃有些地方還不是很全 嗯